在上周降准的大礼包是如期而至 A股的信心也受到了提振 而本周投资者还要将关注点放在哪里呢 相关的话题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东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博光先生 三年下午好 你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末的一些重磅 1月4号的晚间是这个银保监 是再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高质量发展 也是首次强调了多渠道促进居民储蓄 是有效转换为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 那么在这个时点来推这个资金入市 将会对于市场来说产生哪一些影响呢 好的 我想从这个意见中提到 那么发挥银行以及保险机构 等等优化融资的一些重要一些作用 那么主要是要完善整个资本市场 对于直接融资的一个功能 那么甚至于包括了投资结构的改变 以及年金保险业务这种结合一些情况 那么形成一种多渠道引导居民存款 一种转化力量 然后对于资本市场提供一些长期资金的一些现象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近年来其实管理层呢 其实他也多次提到了逐步要对于提升中长期的一个资金 那么流入资本市场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去统计来看的话 其实显示这一两年 那么投入证券市场的一个比重 其实逐步是在增加的 我们从这个统计数据 到去年九月截止 其实它已经占了A股整体一个流通市值的比喻 也到达百分之五点零四 那么预计今年其实对于整个资金规模 也有可能在 渴望在流入超过四千亿左右 我想至于养老金的一个部分 其实同样是去年一个九月底 那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大概全国已经有十八个一些 不管是从省市区的一个政府 其实跟这种全国的一个设保的一个基金的理事会 那么已经有签订一种合同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合同金额也高达有九千六百六十亿元左右 那么如果五千合同一个金额 按照百分之三十一个上限来算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推算出有弱的资金 其实可以高达最高限额的话 大概可以有两千四百亿左右 当然更包括了关注 社保企业年金以及银行理财 那么资金也会将会除去入市 那么整体我们可以估算这个资金增量的部分 其实也是蛮多的 那我想其实最重要的是 在于这次意见当中 其实多渠道的 那么促进居民储蓄 其实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的资金的一个部分 那么也希望能够提供这个资本市场 整体资金长期的一个来源 那么当然随着这样一种情况 其实我们知道 国人的一个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也引导到很多的频道 那么可以对资本市场作为挹注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透过一个机构投入的情形的话 其实未来机构占比的还会逐步去提升 那么如果再结合到了整个一个意见的一个要求当中 他也提到整个一个有望 那么去改变了整体一个投资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会发现市场 会开始成散步市场 不断的以机构方向为主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在于投资风格部分 那么转向中长期或是多元化的一些策略 甚至还要运用到各种一些工具的一些规划 那么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有利市场的对于整体的估值稳定 或是下降市场的一个波动率的部分 那么真正能够达到国际接轨的现象 以后就不再变成说A股单独走自己的路 那么也会跟全球的达成一体化的情形 那么随着内地消费方式的一个转变 有一大批带货达人开始走红网络 而且也引发了一批直播概念股 成了A股的这个网红 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一类股票的一个上涨 会不会有一个持续性呢 好的 我想近年来 那么从这个食品 那么到电商 线上线下等等的一些结合 其实销售方式以及习惯 那么不断是在演技 那么我们知道 那么国内的一个网速 其实不断的一个上升 显现的话从网络经济的一个部分开始 我们可以从回顾到淘宝购物开始的一个平台 甚至于发展到3D时代一些微商 或是一些进化到4G时代 不管是从抖音网红的部分 不外乎其实就是反映了 通信的一个技术的发展 那么带动了 其实不管是从人与人的一个沟通 那么也形成了一种网红经济的崛起 那么从网红经济的诞生 到泛网红的一个崛起 其实主要体现在不管是从 我们的一些社会方式 以及一些改革的顺序 那我们可以从传统一些电视购物 一直到影音互动 那么甚至从影音的一种互动里面 我们也发掘了整体的营销模式 从原来一种商品的一种图片 甚至造成真人的一种互动 那么这样一种形成 其实不外乎 对于网络经济来讲 它可以体现到一种最大的现象 就是网络的一个冰激成本 基本上是为零的一个特点 那么当然这样的话 是有助于整体网红经济的推升 那么在本质的一些这种特点上面 如果再加到一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的话 其实将来对于消费者来讲 其实我们付出的一些成本的部分 还会在进一步下降 那么对于网红带货的这种效应 其实还会在进一步增强 那么新一代的像是在于VR带货 那么物流水平这些技术提升 这种高购物的一种体验感 其实也给予这种消费者 它这种真实性越来越大 也可以把这种网红经济的一些状况 其实发展到更完善 当然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具有值得管理的公司 有一些管理经验的公司 其实可以值得我们去 旁边去做留意 而且最近的就是在于 我想全球一年一度的 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消费型电子展 也就在即了 那我想这个时候其实带动于 相对于有一些 不管是什么移动装备 或者是电子零部件 或是被动元件的 其实这些都可以随着 5G技术的一个落地 那么产生一些增量的需求 那么只是说我们要注意的是 就是说这些公司会不会因为价格 已经反映过度 跟已经超过有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量 我想是可以作为两者网红经济 以及投资之间 两者之间互动的一个风险的把关处 另外我们再讲到一个 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 就是这个武汉不明原因 病毒性肺炎诊断的患者数量 其实目前还是在有所增加当中 不过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已经是排除了流感 禽流感 腺病毒 SARS还有中东呼吸 综合症等呼吸道的病源 那么我们再谈到这个与投资相关的这个概念股上面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过去大面积的一些传染病时期 这个概念股的表现 那您觉得这个本次这些相关概念股 会不会有上养的动力呢 好的 我想虽然这样的一个肺炎患者 那么数量增加还好 就如主持人所说的 那目前已经排除多种一些呼吸感染的一些 综合的一些症状 而且目前患者都是属于一个隔离性的一个治疗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截至目前的数据 其实并没有就是明确有这种人传人的证据 那么也没有发觉有一些医护人员等等的一些传染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在二级市场一些 那么流感板块的一些 异动一些情况的话 其实我想这种流感板块的异动 其实一般都发生在这种流感季节 以及这种病例会发生的时候 那么纵使呢 其实还没有再统计出到底是用了多少药 我想这些都是属于消息面的刺激 已经发动好 相对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等于是消息带到一些相关标的 其实都是快速拉升 那我们从过去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也有像这样的一个事件 去造成了二级市场里面 加了一些波动 那么当然的话 它会极度拉升或者是集体不入 它中间的一个价格反复情况 其实要看整体的病症 它到底已经消除了没有 或是病情的控制状况 那我想以本次的一个不明原因 那么整体那么其实对过去一些流感 或是SARS其实有一些显附性的差别 也就是说呢 其实不存在这种呼吸道的一种感染的一种疾病的病原的部分 那么相对来讲也就大幅降低了会大面积的爆发 既然会降 不可能有产生大面积的爆发的话 其实相比我们就可以取最近的去年第一季度的一个流感现象 那么跟此次一个病例的话 其实相比此次也只有5-9例 那么相对来讲其实还是蛮大的 既然这么大 那么我想对于一些药或是一些疫苗的一些板块的话 其实我们发掘这些标的 我们通常都希望药疫苗都是备而不用 那么所以说的话 市场上炒作的风险其实我个人来看是有点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整体的投资的话 应该还是要比较理性回归 那么我们建议还是应该回过头来看 实际有没有一些新药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应用药的部分 那么甚至于在于 这些公司呢到底实业的一些业绩如何 那么甚至于呢 有没有一些真的比较好一些 对于医药医疗部分的一些技术一些支持 那我想这些相关的优秀 那么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投资方式 好的 非常感谢 Sunny 炮光先生这一时段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见 我们在这里先细备摄发屁 我们 главное点赞